一個好的控制幣呢 它應該具有轉向精準 然後操控穩定 這也是許多車主在選擇 欧汐車的一個最大訴求 那我們能夠提供跟原廠相同品質的 控制幣讓車主做安裝使用 在高速的時候除了穩定之外 你的轉向也能夠更靈敏 達到歐洲車所追求的駕馭樂趣 滿足所有車主在行駛上的一個需求 安全穩定 滿足車主的駕駛樂趣 是公司生產控制幣最大的訴求 生產汽車零件有30年的時間 公司外銷控制幣到歐美也有10多年 對於歐系各車款控制幣的研發生產 有深厚的實力 而品牌的亮點也來自高科技嚴謹的生產流程 我們的整個生產流程的話 我們會導入了像是電腦化還有自動化設備 那這些就是幫助我們說除了我們在人員的數值的一個訓練之下 我們還有這些設備儀器的一個輔助 我們所使用的組裝的設備是用微電腦的儀器 我們會把我們的組裝的棒數顯示出來 那這可以確保我們每一個產品它都有相當高的一個緊密性 那為車主提供一個更穩定的一個駕駛品質 我們也擁有一間比照國際大廠相同的這個動態測試的實驗室 來模擬車子在路線上行進的一個情況 我們會讓機器設定它要跑100萬次 通過這樣100萬測試的話 就會相當於擁有像原廠一樣一個高壽眠的表現 公司在生產與檢驗設備投入了相當高的成本 主要就是因為董事長認為汽車零件本身就是一個良心事業 全世界有這麼多的車主 那控制幣一旦有任何的瑕疵 將會造成重大的傷亡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公司願意投入相當多的成本來提高安全上的一個標準 也是我們企業一直在追求的一個行駛安全的目標 安全又牽去高性能的控制幣 多年來在歐美擁有好口碑 在國內北中南各地也有服務趣點 對於產品品質 清小夥伴們在第一線服務上也有深刻體會 公司的控制幣啊 就是它的品質是幾乎是接近原廠的品質 我們換上去到現在 幾乎沒有遇到說 車主反應說換上去沒有把問題解決 甚至於說有品質上的瑕疵 很多車主啊 它換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它在修完車回去的路上 它就覺得它的指向性就是過彎 還有執行高速的穩定性都變得非常好 有些都會迫不及待就是馬上還在開車 就用擴音打給我說說 這個車換完控制比例高速行駛 那個感受完全不一樣 有時候誇張一點說它好像換了一台車一樣 台灣道路品質比較差 那剛開始原廠的設定可能比較不符合 我們台灣當地的這道路品質 所以開久了都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比如說會有鐵套會有斷裂啊 或者是變形等等 那裝了這個以後呢 就覺得整個感覺好像新車一樣 而且開起來甚至比原廠還要更好 因為它的這些零件都有去做強化 駕駛的感受特別不一樣 我們幫客人更換之後 車主使用一段時間 他如果覺得說他需要再硬朗一點的懸吊 那我們就會跟公司這邊反應 那其實公司這邊就會提供我們很多協助 那也會告訴我們說 如果說需要再硬朗一點 它又是一種選擇 比如說橡膠的強化 針對我們的需求 先客製化一些不同屬性的產品 那讓我們先讓車主去試用 那用了之後 其實到現在普遍來說 客人的反應都非常好 針對一些經銷夥伴回饋給我們的資訊 我們會針對我們的控制幣產品 提供與原廠有區隔的產品特性 去做產品的改良或是在開發 讓產品有客製化 另外呢 我們會定期的提供新產品的發表 新產品的訓練 讓我們的經銷夥伴 能夠更掌握我們新產品的動態資訊 提供給車主更好的服務 其實董事長30多年來 一直秉持著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創業精神 在歐洲銷售20多年生活好評 希望以國內的經銷夥伴 一同為車主創造更高安全性 更高穩定性的駕馭樂趣